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董事长吴英因集资诈骗二审被判死刑后 引发了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 网民们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 展开了一场罕见的讨论 一个普通经济案件迅速演变为一起政治、法治事件 2012年1月18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吴英死刑后 短短半个月间已经演变成一起政治事件 一个名叫吴英案舆论汇总的微博每天高密度更新相关评论 而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高校学者和一些知名律师致信最高法院为他求情 另外网站开设的吴英该不该死的投票显示 绝大部分投票者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经济学家张维莹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表示 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的知名律师张思之指出 如果吴英被执行死刑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家毛于世、企业家王石、任志强等也认为吴英罪不至死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 以至于十多位高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情 希望严惩吴英 这些人才是杀死吴英的凶手 作家叶谭也公开表示 此案中出现了一系列违反法律、违反规则、违反程序的事情 体现了地方豪强黑社会化的巨大可能性 据了解吴英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十一位亲友 并没有人告他 而吴英所购买的房产已被强制抵押拍卖 如此大规模的民间声援史上第一次凸显案件的不普通 他在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把资本集中到一个点上 其中它是一种典型智力的结果 而中国现在的批权呢 权力是批准你就合法 不批准你就是非法 谁合乎支撑的他就合法 不合乎支撑党他就不合法 作国民言企业家的大陆作家铁流认为 吴英用金钱行贿去获得支持与帮助是迫不得已的 现在中国做大企业 赚大钱发大财又不能不走这条路 但风险也是很大的 不过此案的热度烧得中共媒体也坐不住了 新华社6号连续发布了两篇稿件 讨论普通案件为何成法治事件 吴英案标本意义分析与吴英案引热议 凸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急迫性 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也分析了吴英案背后 法治、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问题 新唐人记者秦雪、宋峰、萧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